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 Pornhub 的環節 不是這個Bornhub 是IT9 不知道為何是Bornhub 在這部電影中還有一套Rap 跟以前嘻哈神操的節目的音樂一樣 不知道是不是看過了 不要緊 像大家之前星期六賽日說爆得挺七彩 但也有些功課要值得跟進 我都見有些現場觀眾都有把八卦跟進覺得可以 就沒有買WIN 因為它臨場落飛 買一條全餐位置Q 結果都可以中到一些比較冷的賽果 當然到七十多倍WIN這樣爆出來 大家很難會貼到 但有時全餐位置Q就是跑第二都可以幫你提升回報 好了 未講之前有甚麼跟進碼要跟大家講一下 記得記得 右下角有顆四星龍珠 未訂閱這個頻道朋友可以按下去訂閱 立即帶大家看看 今次有甚麼馬要值得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有兩匹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八卦那場其實沒甚麼好講的 因為鑽飛龍他就兜四碟 這些馬下次都可以再看 贏科超影大幅縮情令到他1200米可以追上來 但鑽飛龍這些臨場落飛落到輸了 走四碟其實他都是亂跑的 我覺得田泰安騎士走位差劣 未盡情發揮 甚至乎他那個跑法都不是真的適合他跑 沿途四碟沒有遮擋 你私家三跑到根本 你沒有可能 你把這隻馬錯了跑法 我覺得是笑料 還有把中置馬放頭跑 就不對的 記得儲存回去 其實想和大家講不是這場 不過你都要做回鑽飛龍的功課 想講一下泥地 泥地賽事剛剛雷亭戰區介紹給大家 我說實有三甲 你贏不贏得到 要看步速和泥地的場地來不來追 結果8.7多的指數 都是比較難追 沙塵滾滾的 看到前面十四檔印水 雙天子磚和八檔印水紙 雙雙在外面咳過來之後慢放 不可能追 所以你看看鋼鐵複星 都前置馬可以擺到回來 我亦都和大家講 雷亭戰區就算這麼劣勢 它都可以走入前三 所以你現在看到就是 入到直路 即是藍衣白袖這筆 怎樣給前面印水紙和雙天子磚 兩筆放掉 其實你就知道根本的局勢 前面粉紅色眼罩是雙天子磚 跟著旁邊 後面那隻就是印水紙 白白地色三 其實雙天子磚和印水紙 沿途都是貼難走的兩筆 紫色沒有在雙天子磚後面 你看到在外面追的 這筆雷亭戰區 其實沒有可能追到 你看一隻隻都追不到 只有它一隻可以走上來 前面那兩隻只能越走越遠 不過如果你算前面 我投下頂上面兩隻 你看一下雷亭戰區 慢慢收窄到前兩隻馬的距離 當然如果你給1,900米它跑 當然可以追到 但問題就是 現實中 當然沒有那麼長 所以這隻馬 在這個慢步速裡面 很值得大家跟進 大家都要按一下小鈴鐺 下次再開出賽提醒 就按一下 黎迪的場地 根本就是不利後上 下次再出同場 你就要留意 記得儲存它 另外一場都是黎迪 黎迪有哪些後上馬不著述 又見到超速 超速 超速簡直是 跟以前我跟大家說 潘頓騎的標之類差不多 不過他都知道贏不到 所以我都會說 馬雅未盡全力發揮 當然也輸了在慢步速下面 按回這個沿途走位 你會按不到 亦都是場地不利後上 你可以說場地不利後上 下次再出要留意 儲存回去 下次這批超速 你又可以跟進 今次15倍 下次更熱些 不過不要緊 泥地有時候 都是有後上馬贏的 那麼他多少會有些分頭 可以見到這批怎樣 六三馬 認住 六百間挑袖 六百間挑袖 其實都是前置馬好的 步速沒有特別快 你見到前面的馬 都是一隻 兩隻走掉 但是 你見到超速現在在裏面 千軍萬馬殺上來 又是只有他一隻 好像雷亭戰區那樣 收窄到距離 但是你留意一下 其實馬雅都騎得有點斜 他都知道追不到前面那兩隻 但是 慢慢陰陰柔柔 好像莫雷拉教他 不知是否教他 慢慢收一下姜誠 無驚無險 到終點了 所以大家見到前面兩隻走掉 這隻 比起外面 就是黃帝金 你看看那個推棋力度 紫色三個隻 你就知道 如果黃帝金的推棋力度 努力程度跟超速一樣 超速其實輸過幾馬位 都知道 但問題就是 當然他不會這麼努力騎給你看 保留體力 下次要在尼追的泥地場地的時候 才發揮給大家聽 這個才最重要 講到這裏 時間又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 記錄下這些功課 下次再出泥地的時候 知道應該怎樣安排部署 還有高伯勳 贏科超影 他又沒有放進其他場次 可能他谷草那些一里 你都可以留意一下 他究竟出什麼罵 或者是否騎師不閒 到時再跟大家講 這些功課 跨日次的鬼上身 到時再同樣見面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還未訂閱的朋友 英俊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